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开始 女主是一家婚庆公司的职员 这天她在同事小美的介绍下租下了位于市中心的一间公寓 女主对这里很是满意 还从旧货市场买了一张八成新的写字桌摆在了卧室 写字桌的样式很古朴 女主很喜欢 然而不知道为何 写字桌的抽屉总会莫名其妙地自己打开 也许是零件松动了 女主并没有在意 然而这天的深夜 女主突然惊醒 发现自己被鬼压床了 而且从写字桌的位置还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女主才恢复了正常 女主起床一看 写字桌的抽屉又自己打开了 接下来的一整天 女主都是浑浑噩噩的 随后女主将昨晚的经历告诉了小美 小美说会不会是房子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让女主留意一下 接着女主回到了家中 总觉得那张桌子不对劲 但女主实在是太困了 不知不觉就再次睡着了 然而半夜时分 女主又被桌子里的动静吵醒 起身一看 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床的下面忽然伸出了两只惨白的手 一把就抓住了女主的小腿 女主拼命地挣扎 然后醒了过来 女主以为是个噩梦 但小腿上却明明有两个清晰的抓痕 而接下来的事情让女主更加的抓狂 先是老爸突发疾病住进了医院 接着是弟弟遭遇事故腿部骨折 小美告诉女主 自己听老人说过 如果被鬼缠上就会全家倒霉 然后就给女主介绍了一个法术高强的灵媒 或许能够解决此事 女主赶紧按照地址找到了灵媒的家 这位大婶果然是有两下 一见面就说问题出在女主家的桌子上 她告诉女主 这张桌子被恶灵附身 需要女主亲自将这张桌子拉到海滩上烧掉 而且必须在凌晨三点钟 时间错一点都不行 女主是赶紧照办 在凌晨三点钟 女主将桌子拉到海滩上倒上汽油点着 就在火光升起的一刹那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传来 女主刚要回头 忽然想起了灵媒说的话 在烧桌子的时候 听到任何的声音都不要回应 也不要回头 女主赶紧闭上了嘴 害怕的蹲在了地上 这时女主身边忽然出现了几十只鬼手 眼看着就要抓住女主 这时鞋子桌轰然倒塌 化成了一堆灰烬 那些鬼手也就消失不见了 女主最终也是得救了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最后一个故事 忧愿的目光 故事开始 男主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善良的妻子 可爱懂事的儿子 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这天男主带着儿子去上学 在等公交车的时候 儿子在一旁唱着儿歌 这时正在看手机的男主 忽然感觉身后有个白衣女人 再朝自己走来 可回头一看 却并没有人 这种感觉很是奇怪 让男主一整天心里都是毛毛的 随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男主忽然看到一个白衣女人 在面朝墙壁哭泣 好心的男主上前询问 但对方却并不说话 就在男主起身要走的时候 白衣女人突然出现在男主的面前 并死死地盯着男主 男主是被吓坏了 赶紧就往家跑 可这个女人就这么不远不近地 跟着男主 而更诡异的是 女人还唱着儿子白天唱过的儿歌 男主好不容易跑回家反锁了门 妻子看着男主惊魂不定的样子 问男主怎么了 怕妻子担心 男主并没有说什么 好在是一夜相安无事 也许只是个巧合 谁知在第二天 男主在坐公交车上班时 又碰到了这个女人 男主赶紧就下了车 步行跑到了公司 接着下班回家的路上 男主是一路战战兢兢 不过并没有遇到那个女人 在半夜时分 男主一家都进入了梦乡 这时儿子忽然哭了起来 妻子听到后起身去查看 过了一会儿 男主感觉妻子回来了 于是背对的妻子拉住了他的手 然而这时 妻子却从门外走了进来 边走边说儿子可能是做了噩梦 男主也是懵逼了 那床上的这个人到底又是谁 男主一回头 竟然又再次看到了那个白衣女人 吓得男主从床上摔了下来 妻子赶忙询问男主怎么了 男主再一看 那个女人又消失了 真的是活见鬼了 第二天 男主刚一上班 下属就告诉他 有个女人找他 男主害怕极了 难道那个白衣女人找上了门 男主壮着胆子 走进了会客室一看 谢天谢地并不是那个人 来人说自己叫小丽 是男主大学同学小花的妹妹 说着就递给了男主 一张毕业合影照片 男主拿起来一看想了起来 这两天见到的那个女人 原来就是小花 怪不得看起来有点面熟 在上学的时候 小花在班里一直沉默寡言 这和活泼好动的男主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男主自然是不记得 这个长相普通 毫不起眼的女同学 于是男主质问小丽她姐姐 到底是要干什么 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小丽疑惑的说 自己的姐姐已经去世了好几个月 姐姐自大学毕业以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少和家里人联系 直到在家去世一星期后 才被房东给发现 据医生说 小花是死于心脏衰竭 而小丽在小花的家中 找到了一本日记 因为上面提到了男主 所以想找到男主 问问姐姐 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男主听到这里 是又懵逼又害怕 这两天见到的 岂不是小花的鬼魂 可他为什么要来找自己呢 随后男主向小丽提出 要借小花的日记看一看 他想在其中找到答案 可这一看不要紧 看完后 男主发现了更诡异的事 在日记中 小花记录的居然是想象中 和男主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日记中的两人 俨然是一对夫妻 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并且在日记的最后一页 写满了男主的名字 里面还夹着一根小小的烟花 说来也是奇怪 知道事情真相后 小花反而没有再纠缠过男主 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 这天男主和妻子带着儿子去游乐场玩 谁知两人买饮料的功夫 儿子居然不见了 两人赶紧就去寻找 结果发现小花居然领着儿子走出了游乐场 他们走得很快 不一会儿就不见了 这时妻子忽然听到了火车的声音 预感到大事不好 赶紧就往铁路道口跑去 果然发现儿子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铁路的中间 一动也不动 幸亏是男主跑得飞快 否则只差几秒钟儿子就被火车给撞死了 发生此事后 男主意识到小花不会善罢甘休 铁铃含须戏铃人 必须自己出面才能够解决 于是男主来到了当年拍摄合影的神社 这时小花出现在了男主的面前 接着男主的眼前出现了十几年前的景象 那一天同学们来到神社拍照祈福 这时小花的烟花受得潮点不着 男主看到后把自己手中的一根烟花送给了他 就是这么一根普通的烟花 让小花害起了相思病 每天沉浸在和男主在一起的幻想中 最终相思沉寂郁郁而终 男主也是被小花的一片痴情给感动了 虽然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但毕竟小花的一片痴情错付了人 他还是诚挚地和小花说了一声对不起 小花看着眼前自己这个爱了一辈子的男人 留下了喜悦的泪水 随之就消散得无影无踪 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在结尾 涛哥问一声 有需要烟花的吗 可以私信我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对意识中饭 对意识中的女人